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短短的40天内中共高层在街头上演的这出闹剧 引得全球以至全国的观众看得惊心动魄 兴奋不已 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新唐人电视台对这个事件过程中的起伏 做的预测和分析肯定也没有让您太过失望 那么现在针对薄熙来已经被正式免职 这个事件继续还在发酵之中 对将来中共的布局十八大的具体的安排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观众还会对此继续加以关注 那么我们这次节目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 我和本台资深评论员Jason博士也会对此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并且踊跃的参加我们的讨论 你可以通过SkypeRDHD2008 及热线电话646-519-2879 在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通过免费电话400670-1668 再播899-116-0297 再加上您的电话 就可以拨打我们今天的热线直播节目 而且在网上的观众可以通过StarP2P 也就是网址www.starP2P.com 跟我们直接联系 在我们进行讨论之前 先请给大家看一篇有关此事件的背景短片 3月14号 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任内第十次 也是最后一次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 记者会最后一达 温家宝抛出重型震撼弹 回应王立军事件 温家宝表示 王立军事件发生以后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 立即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 目前调查已经取得进展 将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则 严格依法办理 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 允许反思 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温家宝言辞批评重庆的话语 据说让在场的记者听得默瞪口呆 就在外界还在猜测不已的时候 新华社15号发布了重庆市委书记 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 同一天被免职的 还有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表示 王立军这个事情本身还没有结束 只不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一个回合薄熙来就已经办下阵来 从新闻的这种发布情况来看 应该是这个在两会前夕就已经决定了 放在两会之后 这个放出来呢 也是为了避免这种社会震动吧 尽量让这个会议啊 保持一个比较他们希望的那种稳定的局面 王立军2月6号进入驻成都美国领事馆 要求政治庇护事件 触动了中共高层内斗的机关 中共各派为各自利益展开激烈斗争的内幕被撕裂 而其中胡温与江系人马之争的争斗最为关键 中国历史学家李元华表示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胡温与江派的决斗 胡温略占上风 因为毕竟伯吉来他是江派的一个扶持起来 或者跟江派一直高度大大的一个人 胡温实际上就是一直在跟江派交流 江派在这次当中可能是包括周永康 挑出来都是想利保伯吉来 但是最后没有保住 我想江派可能为了自保的时候 可能最后也是把这个江派 然后长到江派来替换 各方可能互相表力互相妥协 临时的结果 李元华指出中共内部斗争中 不论你如何替他卖命 一旦他想自保就会把你踢掉 薄熙来就是这样的下场 今年年初 三个江泽民提拔的主要军同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 以及总政治部主任李基奈 都相继表态力挺胡锦涛权威 为胡主导十八大保驾护航 在十八大召开的前夕 薄熙来的备免值给胡温带来一个重大契机 不管未来会怎样 十八大将重新布局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各位观众谢谢你回到我们直播现场 刚才这个短片对这个背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 我们看到薄熙来被拿掉之后 其实引起了各界的普遍的反响 尤其在西方媒体 大家都很快 而且尤其以路透社为先 首先抛出了一份对十八大布局的一个新的这种表格 或者说是安排 那么你这个我去具体讲一下 就是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 现在的九个常委之中 其他的七个常委全部都要退休 都要离去 那么现在新增加的这个有李源潮 张德江 汪洋 张高丽 王岐山 刘云山和余正生 这是路透社给出的名单 那么路透社当然不是我们中国媒体了 您对这个外国媒体路透社给出这个名单 您觉得可信度有多大 我觉得他这个名单是有点太过于一 就是简单了 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这个名单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看了一下子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知道了 政治局常委九个人 但是政治局常委他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 25个人的一个团体叫做中央政治局 这个政治局25个人 你如果你把这个中央政治局 就是说他现在不是有这个九个常委吗 在九个里头七个人一定要走的 因为68岁到了 他规定常委里头最高就是68岁 你把这个七个人砍掉以后 剩下的就是说只剩16个人选七个人了 而16个人就选七个人 16个人现在已经你要砍掉军队上的两个老将军 年龄也不够 军队上的人也不进入常委 然后你再砍掉几个已经到了268岁的 像那个什么这个就是新疆的那个省委 王乐全了 这些人你砍掉以后 没剩几个了 基本上的话 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个目前政治中央政治局里头 那个还没有到65岁这样的人数 他拿出来就给把这个名单放在那了 实际上这就是问题所在 就是本来薄熙来 他是非常 因为薄熙来年龄相对来说 在这个目前正常政治局还算比较年轻的 那么就是说他才62岁 在这人群里的人算是比较年轻了 虽然汪洋比他更年轻 但是整个来说的话 薄熙来事实上是 这个是一个是毋庸置疑一定会进18大一个人物 那么现在唯一的就是说把薄熙来拿掉了 可能另外有一个人进去了 本身来说的话 他这个名单实际上是个蛮容易列出来的名单 你觉得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针对这个名单大家时间讨论的 不单是这个过去遗留下来的 和统计上分析出来的一个简单的过于简易的一个名单 而且是一个团派和这个所谓保守派或太子党的一个角力 所以说有人也提到在下一届的常委中 可能现在团派的新秀像胡春华之类的也肯定进来 但路透社这个名单当中并没有胡春华这些人物的这个出现 您认为这是一个团派在这次斗争中可能并没有完全大获全胜 还是说外界对这个事件没有深度分析的造成的结果 是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第五代核心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这一代了 就是他是50年代出生的人 那么就是大概说第六代可能就得60年代出生 所以说刚才你说内蒙古的还有河南的省委书记周强 都有可能说是第六代接班人 但是他的惯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并不会在这个时候就让他立刻进常委 他得当到因为他每一个人可以做两届 习近平做两届十年 他很可能是在五年以后可以让他进常委 所以说这一期的时候这两个人还太嫩 还不一定能立刻进常委 所以说我的感觉上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有人也分析了 说未来十八大这个常委是个过渡常委 除了就是在这一届常委里头 就是目前如果说是那个本身来说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就是说这个薄熙来下去以后 能延续到下一届的从年龄上来看 只有三个人 习近平 李克强 汪洋 那么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可能就是说现在这个十八大进入出现的这个常委 是个过渡常委 他这个常委出去以后真正的政治角力反倒是五年以后的一个政治角力 我现在还有对这个江派对台词党或者团派的这个角力也比较感兴趣 您刚才分析到的这三个人 李克强 汪洋 还有一个习近平 实际上都有团派的一些背景 您认为这是不是代表团派已经完全战绩的中共的政坛呢 我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说团派是应对于江派这个概念来说的 而江派的概念是啥呢 实际上我倒不觉得中共他真的有那种好像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那种意气 中共的这个体制里头他其实都是利益 实际上江派的概念怎么出现呢 我理解就是因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他手中沾了血 然后跟着他的人 比如说像罗干了 曾庆红了 李长春 就是周恩康 他都是用血来捆绑起来的一个团体 那么他拿权主要的是为了避免他清算 几千个人命 上万个人命 甚至会接触更大的像活灾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 某种意义上呢 你所说的江派的一个概念 实际上是一个血的同盟 但是下一代没有太多的这种血在了 你再往后面看 虽然呢也都是做的省长什么 但是呢很明显的东西不多 除了这个张德江 这个那个张德江本身 他可能就是说某种上讲做的很 就是江派的因素很重 其他的人呢某种上讲呢 他也都是只不过是一般的官员 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更大的因素是建峰使作 如果江派在真的还有很大的实力 还能让他试图往上走 他可能会站到江的阵营里头 如果说呢 他根本没有什么实力的 而且特别是这样 在这一次这个薄熙来这个事情上 很快的被这一派打下去了 周永康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 那么呢某种上讲的话呢 他可能会坚帮使作 比如说现在刚才我们看那个新闻片当中 这个温家宝发话以后 第二天薄熙来就被立马拿下 但是我们也看到 就是令人觉得感到非常微妙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去到澄浸接替薄熙来的 恰恰是张德江 那么呢 而且在宣布这个消息的那天呢 中宣部其实是发的通稿 规定各地必须用新华社的文稿 不许用它的原话来说 进行延伸性或附加性的评论 那么我好像 当然我现在是主持人了 我感觉好像就是说 这是一个两方妥协协商的结果 很明显 就是说呢 中共它就是一定是妥协的 因为现在中共的最大的特点是 无强人的一个政治团体 没有强人的政治团体 怎么办妥协 就是互相妥协 所以说呢 并不说因此就是江派 就是好像一败涂地那种感觉 实际上的某种上讲呢 张德江被派到重庆 很明显是把重庆这个地方 还让江派保留 而且呢 李长春把持这个 这个中宣 宣传部门 那么他说话还得要展现他的威严 所以说某种上讲的话呢 你只能看到就是说呢 是因为这个薄熙来做的太蠢 然后呢 事情闹得太大 美国都卷进来了 根本没法保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 踢走一个无足轻松的一个小租 整个中共的这种政治角格 还在其中在进行着 我觉得是这样 现在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 薄熙来倒了18大的布局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有两位观众已经在线上了 我们先接听一下江先生 江先生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事件这个评论 江苏的熊先生 对不起 江苏的熊先生 对此事件呢 有何高见 江先生您现在在线 熊先生 熊先生您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可以可以 请讲 那个 我主要说两点啊 一点就是 我觉得你们这个新闻节目 干得非常好 能够给我们大陆这些网民提供 比较及时正确的 比较国内而言 我们能从新售人看到很多 在国内看不到的东西 第二点 我 谢谢你 我觉得 薄熙来落马已经成为定局 我更关心的是 这次事件能不能 为中国的政治改革 怎么说带来一点希望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您 谢谢江苏的熊先生 下面我们再接听一下大陆的江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嘉宾你好 你好 请讲 我觉得薄熙来倒台有点可惜了 为什么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支持薄熙来的 我非常支持 唱歌打黑 我觉得唱红啊 就是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国建立吧 说在国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但是全世界经济就先有虚讨 只有中国把一支独秀 独树其职 把这八百九的经济增长 这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 这就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最无与伦比的这么一种 优越性 无可比拟的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点呢 我觉得 中共啊 就是从不断的权力斗争 陆星陆争 让中复中共历史吧 中复的十多次陆星陆争 陆星陆争 那中共没有因此而下往 而不断 陈先生 我们已经明白了您的意思 谢谢您 张先生在最近的几期节目当中呢 一直对我们的台的节目呢 做了充分踊跃的这种表现和支持 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同时我们新唐人作为一个自由媒体 秉承这种精神呢 也是允许大家自由发声 在此呢 我们也是充分地体现 这一点 也希望观众呢 我们朋友们继续在今后的节目当中 对我们作词 进行热烈的支持 那我们接近这个两个观众之后呢 我们先请评论员 这个Jason博士 给我们做一个回应 对 就是说呢 我首先谈一下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 我们感谢熊先生的这个支持 本身来说的话呢 我们以前就这个改革这个问题 我们谈过了 其实呢 整个这个权力斗争 不可能引发它真正深层次的改革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个定论了 而且呢 中共内部也相信改革已死 这是中共内部的一个定论 那么就是说呢 有关薄熙来的评价的问题 实际上呢 我看到了中国网民呢 还真的有人 好像还觉得薄熙来 这个是好像是有 有网上有这样的声音 说薄熙来还不错 甚至一些很多左派 还为他在呼吁 实际上呢 我自己的感觉上 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说呢 中国到底经济发展的速度 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全球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30年 快速发展30年 而中国的老百姓的收入仍然这么低 生活仍然这么苦 生活压力仍然这么大 GDP8% 实际上呢 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你问80%的老百姓 老百姓会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 所以某种想象的没有一个国家 他的政府会说 我要 比如说美国政府 美国他竞选的时候 他不要说我的GDP一定要达到8% 他说我的就业率要达到什么程度 他说我的生活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达到什么程度 某种想象的 这就是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呢 如果你总是用GDP衡量中国的经济 那你是落了中国的陷阱了 而这个薄熙来呢 他就更左了 他甚至连GDP某种想象 其实说呢 都是一个问号了 他完全是在搞政治运动 他是在搞权力斗争 他把老百姓作为他的这个棋子 老百姓整个重庆被他搞的 就说实际上有人说重庆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他宣传的 中共整个你知道李长春是整个江派的 他而这个薄熙来 他的很多人脉是在中国宣传体系的 当你到网上看见那么大量的薄熙来的 这个对重庆的报道的时候 那是运作 当你看到很多所谓的支持他的 一定要他的报道后面大量跟帖支持他的那种呼声的时候 那是运作 对对对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打断一下 我觉得您谈的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观众都很关心 尤其是住在重庆那个区域的这个中国的公民 对好像还有很多人对这个薄熙来感恩戴德 最关键的一点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觉得薄熙来搞了一种泛社会主义 新的一个左派的一种社会主义 给平民啊 一些住房啊 给那个农村的居民 因为重庆有了大量的农村 这是他的宣传 他的他的意料 您认为这是他的宣传 这是完全是他的宣传 你说实际上 当然了 他这个过程中 他要把人家的地拿走的时候 他要给人安排一个就业 就是住房过程 但是他拿地的这个过程 事实上还是政府敛财的一个过程 因为他总是所谓城市改革的话 某种样讲 他还是要把城市比较好的这种地区 拿到归为来卖钱 另外的话 所谓的把那个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 这个事实上也是在拿农村的周边的土地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 他是很大的一个政治运作 而且他知道 他所有这样的折腾这一番的话 是给造声 他因为他要上中央的 本身来说 他把这个城市造的越大 造出一个什么城市 重庆模式等等这样的问题 他是为了进中央 老百姓的这个运作生活 媒体的变化方面 只是他的手动的棋子而已 所以因为这是所谓的政绩 还有经济上的一些发展 只是因为他作为 进一步戴高官红帽子的一个踏脚师而已 是的 对我们这节节目先到这 先进入广告 等你广告节目回来以后 继续参加我们讨论 欢迎观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非常抱歉 因为今天早晨曼哈顿有活动交通阻塞 我没有及时赶到 那么也非常感谢陈志飞教授代替我主持了第一节的节目 那么陈志飞教授还继续要做今天的评论员 我是想说如果中共的这个人布局 像我们这样的车错落有序就好了 好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薄熙来导了18大要如何布局 那我们今天呢是热线直播的节目 现在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线上了 我们在首先来接听一下河北的董先生的电话 董先生你好 你好 是我吗 是请讲 我觉得薄一波的儿子叫什么薄熙来 他倒 他不是他倒 就是说假如他父亲要回到现在 他父亲是中共八大原谅之一 他父亲假如今天还要 假如今天还活着 他会不会倒呢 我的话我问你问完了 好的谢谢 那我们再来接听纽约的王先生的电话 王先生您好 你好 您好 你们大家好 您好 听讲 这个薄熙来导了以后 我们看出一个明目了 因为这个温家宝在这个 记者招待会上也点出来了 他说我们的领导城 我们的这个党的领导城 都有问题 要彻底的这个领导的方式 制度要改变 我们从这一句话就知道 这一次一定会改变 所以大陆的大陆的同胞 你要放心 我想一定会改变 改怎么改 我们当然是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断定 他不是九人 可能会调整的更多 反正调整的更少 第一个 第二个他会规定 反正路这个高层的人 一定要坚持支持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 如果不支持经济政策 这种人就会下台 他一定会有这些规定 因为这一次就是出了薄熙来 一长逢打 搞毛泽东的一套嘛 那毛泽东一出来 我们很早就在你们电台就讲了 我说傅锦涛 你一定要有胆量 这搞 这根本就是搞冯文费 冯文费就会破坏国家的经济 破坏的国家经济就会要你 要你傅锦涛的命 你傅锦涛连这些都看不到 后来他就去接规就看到了 好的 谢谢王先生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听到这了 再来接听纽约的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你好 大家好 早上 我就觉得中国大陆的政策 它特别是地方的政策 有个地方的干部 根本就是空头的话讲的很多 比如说我有个朋友 他在福建马尾地区 他那里要面临几百户 三千户人家的车签 因为他在地方当院 他要发展自己 让他要多百姓的地 然后盖房子 得到官乡和地方政府的收益 他是一直讲这些没用的话 我们点击到那个当地的 那个那个电网件 点击到当地的那个报纸 都是说空话 什么当地的那个书记 什么都没有正式的讲到一点 怎么样子的赔偿或者补偿 那些受签签户的利益 没有一点讲到 都是叫你们要什么样子的 要鼓注抗签啊 要怎么加速策签啊 讲得一大片这样的话 但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我说过去来倒了 倒了但是这是没有很平常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 你看那时候不是邓小平也倒了吗 他中国的政策不同 只要你为真正真心正义的 为人民服务的 为中国发展前进服务的 他都会重新立出来 他不像其他国家一样 他是为了利益团体 我选你以后 我为了我的金库约的销售 对不起陈先生要打断您了 因为您已经超时了 那么我们再来接听 上海的熊先生的电话 熊先生您好 您也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请讲 熊先生在吗 上海的熊先生听到什么 他什么毛泽东的军医 会去挽救了克林挽救党 我发现他这个人 好像不大动脑子的 好像 这个毛泽东挽救了克林挽救了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们中国人吃这个苦 很多人因为毛泽东挽救了 共产党 共产党存在 那面是一个灾难 至于什么 共产百分之五 百分之八百分之 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问到就知道 你如果共产党的角度 我看见你问到的 我们是没问到 那时候都被中国部论过去了 然后刚才我刚才接着这个主题 我现在也在想谈 就是中国这个世界大的布局 就是从 不是这个安排 这顺便来接着 从中国内部来讲 他是改革派 基本上是在上路里 到现在又能为他讲话 顺便不是这个问题 我看中国大的局 相当大的七天线 中国人讲 上远的时候 下不胜业 就你不喜欢 那么黑打的方法 就叫做个 中国的盖子特保 打给王立军 好的 谢谢上海的陈先生 我们再来接听 法国的王女士的电话 王女士 法国的王女士 您好 你们好 大家好 我说那个 薄熙来是个野心家 他是这是没错的 可是中共出来的 都是野心家 做领导的 不是野心家 做不了领导 可是王立军这一棒 给他打下去 让他吃了个苦头 这样他就没得出头了 那那个温家宝 反正是打个落水狗 就给他这样讲一下 他就肯定就下来了 可是我看了下一届 真的也没有什么 真的可以用的人吧 就连那个张德江 他刚刚去了 那个重庆 那个张德江 连个温州的动车 他都处理不好 还要处理 全国人民的大事 怎么处理吧 我是相信 下一届是政府 又是个拥抱政府了 中国人民还是靠自己吧 就这样吗 再见 好的 谢谢王女士 对 后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 那么我们先来回应一下 之前的这些朋友 有的电话 这些观众 语气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最喜欢对待调侃一跳的 这个法国的王女士 因为她实际上点到的问题的实质 别的人虽然说的过于严肃 但确实都有各于己见 我觉得这个王女士观点 我比较有共鸣 就是因为现在 她点到实质 就是说现在中共的高层 已经没有人可用 而且她之间的斗争 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 它完全是一种黑打黑的情况 最后呢 这打黑英雄王里军 把自己的老板也给打进去了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相比毛邓时代 当时他还有在战争 在打天下的那种权威 还能镇得住这个山头 现在的话 这山头已经镇不住了 那么也就是他所说的 这个野心家层出不穷 而且不管你是太子党 什么背景 都可以当野心家 都可以窃取国家大旗 像王立军这种 没有任何背景的人 从内蒙古吃生 少数民族 从干警做起来 十年内就可以起到高干 现在就可以看到 国安部长的位置 再过五年 可能就可以看到政治局位置 这样的话 就是中共内部 它这个游戏规则 完全都被打乱 这样就可以使得 这种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大行其道 这个实际上 对中共的底层的人士 对社会渣子来说 可以说是个好消息 对广大人民来说 甚至中共来说 我觉得都是灭顶之灾 对 实际上本身 这是个关键问题 就是说中共历史上 所谓传承的 这个权力传承的体系 已经崩溃了 某种上讲的话 我们知道几千年 这个历史上的话 那是父传子 就是皇帝传太子 本身来说的话 它有这种血缘关系 某种上讲 它是一种稳定性 所以说每个朝代 能固定了两三百年 那么中共最开始的话 它是强人政治 就是说毛 它是算是打天下的 邓是打天下的 那么呢 毛邓之后 没有强人了 它叫做强人 就是说指点这种权力 就是说毛 这个邓选了江 而且跨代选了胡 隔代接班人 对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别的人看了以后呢 你没办法 毕竟邓它有它的权威啊 那么整个来说 它的权威会延伸到这个胡 那么在习这一代 已经完全无 就是甚至连强人的边都不沾了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 某种上讲 就是黑社会内斗 某种上讲 这个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 博想在这个时候 大闹重刑 为啥呢 他觉得 他按年龄各方面资历 他进政治局 是自然而然的事 他是一定会进十八大的 他看的是 想在十八大第二届 他甚至想推 所以政法委这个位置 还不够他做的 他还想做的更大 所以说他某种上讲的话呢 这时候呢 是野心家 刚才就说的 野心家猖獗的一个时候 某种上讲的话呢 如果这一次 博的这个事情 他不把中共把它打下去 那么呢 以后在下一届 那么进入 某种上进入下一届 第六代人 进入这个常委的那个阶段 因为五年以后 就是第六代人 进入常委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中国 就是诸侯纷争 就更控制不住了 但是呢 就是通过这次事情 胡锦涛和文家宝呢 真的是强力的 而且非常短的时间 就把薄熙来给拿下马了 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可以有机会 树立他的这种权威 那会不会再进一步 再继续抓薄熙来后面的黑手 他的后台老板 继续树他的权威 以至于为他未来长 这个继续当这个军委主席 铺一些路呢 我觉得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因为啥呢 就是说呢 本身来说的话呢 他只要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按中共的这个派系 温家宝绝对不可能再直战任何职位了 那么呢 就是胡锦涛的话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呢 再延续两年的军委主席 这个呢 我觉得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因为前一段时间 在一月份军委开会的时候 中央军队上纪检委开会的时候呢 没有谈纪律问题 没有谈腐败问题 唯一的就是说强调 要绝对听那个胡主席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给胡锦涛 两年铺垫的概念 而且呢 中共现在已经从江泽民 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说呢 卸任以后 担两年的军委主席 保证这个权力平稳过渡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 我在这个过程中 他就从权力的角度上来说 他没有这个动力 去把这个整个 他这个内部讲得更糟 比如说有人说 这个周永康会不会因此被拿下去 那么周永康最大恶极 他身上有血在 但是你要是从正义的角度来说 你是应该把它拿掉的 不拿掉它才能输取中共的法治 但是呢 中共的官员 他不这么考虑问题 他觉得 如果周永康下去了 权力上不对我进行威胁了 那么呢 他其实是没有动力 去做这个事情了 本身习近平原来 对来 习近平来说 他会整周永康 因为周永康可能会扶持 博西来整他 但是博西来现在已经没有了 周永康现在也取热事了 习近平没有这个动力 这个 胡锦涛就更没有这个动力 所以说呢 可能这个事情呢 某种上讲 他变成内部的一个腐烂的一个解决了 但是呢 就是温家宝和胡锦涛 他们在江系的这种压力下 忍气吞声了十年 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当老大了 会不会趁机吐一口恶气呢 比如刚才您没来的时候 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在对这个 薄西来这个处理问题上 实际上也有很多蹊跷的地方 比如说他派去的人张德江 是江的亲信 可能是现存的江系人马中 能够延续到下一届的 一个可能说是最铁杆的一个亲信 那么这发出一个信号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中援部在宣布那天 宣布李源潮去重庆 宣布这个组织决定的时候呢 严令各地 只能用新华社通稿 不能再加附加信的这个评论 说明这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说明这个东西就是说 不可能现在中国的体制底下 某一个派别的人独大 因为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是利益关系 他没有任何 没有一个绝对权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没有一个共同的 也没有什么宗教啊 或者说就是说 精神上的一个共同的 这种来说的一个同盟者 他们完全都是利益互相的争动 围绕着利益争动 从这个利益出发 党内出现多山头 刚刚我讲的野心家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 能使这种局面持续下去 让新的王内军还可以上来 那就是他就要 这种制度呢 要避免有一个一派独大的情况 所以说即便你不是周永康的同党 但是你看到如果周永康这样的人 会遭受下场 我也想不周永康的后尘 那我也要遭受下场 那么我也会反对 去来要保护周永康 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觉得这种局面呢 还会继续延伸下去 可能那个 尤其此种结果呢 我们刚才我分析的这个东西呢 胡文也没有完全掌握主动 胡文只是在某些方面 从妥协上 把这个对大逆不道 对党内这个 跨过这个组织路线的 这个薄熙来打掉了 但实际上他的这个 就是说 他的权力还不足够 没讲 我自己的感觉 这某种意义上讲呢 这一次就是把薄彻底打掉 这个事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呢 对于就是说呢 整个中共这个体系来说呢 不一定是个 就是说解体中共这个体系来说 不一定是个完全是个好事 如果真的你可以想象 薄通过他的野心搏斗 他能进入中央 而且呢 就是说能在中央拿到很高的权位 他就立了一个榜样 那么以后真的就是诸后纷争了 各个地方的政府 他都可能今天出过重庆模式 明天出个天津模式 后天再出一个上海模式 那么整个方方面面中央就完全失控了 所以说呢 这一次把博拿到 反倒是中共可能呢 变成这种庸人政治的一个 还可能在庸几年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呢 薄熙来 就是根据王立军 甚至是美领馆 维基解密 揭露出来的消息 就是说 王立军他在讲呢 这个周永康跟薄熙来 他们是想把薄熙来送进政治局 然后是接替周永康做这个政法委书记的 这是他们的意想 一脉相承来延续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看起来就很重要 那现在薄熙来下去了之后 谁会接这个位置 汪洋吗 还是 这个位置就是说 刚才还有一点 这次那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这个事情到底 对这个中国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坏的消息 我觉得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加速中共的灭亡 是大家看到了中共的内斗 因为您刚才提到的美国的维基解密 实际上我觉得大家忽视一点 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国际影响 实际上你看薄熙来被拿掉以后 美国三大报马上就出评论 马上就出报道 他可不听中间部 你怎么管呢 对不对 另外的话 现在奥巴马被称为第十个常委 可能排名还在第九名常委之间 因为他把所有常委内部的情况知道最清楚 就是说现在呢 中共在外界有一个外强中干的 起码这么一个表现 他经济的增长 他的军力增长 给人一个强国的这种试探 使美国也感到威胁 但美国现在从中国这个事件 看到了你们内斗不断 而你们内斗的结果呢 还要有人告羊状 告到我这来 跑到我领导来避难 这说明你们其实就是一帮小混混 那么美国可以就此呢 对中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 会是美国就是两党 就是说能够齐心协力 认识到中共的命门在哪里 而且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中共有一个新的概念 而且加速它的面望 因为美国之前可能觉得 中共还是铁板一块 像前苏联一样 现在没想到中共内部 实际上是残绵滥续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说到您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底谁会接替政法委 这个位置呢 但是我也强调 就是说政法委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江派啊 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其实到我出国之前 二十年前的话 没有这个位置 他们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就是 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 而且他是完全违背了中共 他自己的原则 使人可以野心家作大 为什么呢 因为政法委呢 他手中他掌握着武警 武警现在 如果你要从经济数字来看 武警全国的违勇费用 超过了国防费用 那就违勉主要是投给谁 投给武警啊 武警他直接担负各地的 所谓治安 担负公安部门 重要部门的保护 那所以说武警的费用 在某种程度上超过 人数大大超过他的 国防军的费用 那么他的装备 他的人员素质各方面 我觉得是超过国防军的 就是说你如果现在 有人发动政变 而且武警他占地利天使之变 他就在守着武警师 掌握各地大城市 所以给这个政法委这个人呢 不但野心家创造了 政治上的那个条件 而且在军事上 对中共的枪 党指挥枪也发起了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接着来讨论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这里是热点互动热线 直播节目 今天的话题是 薄熙来倒了 十八大如何布局 那么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我们的电话 六四六五一九二八七九 或者通过Skype RDHD2008 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呢 打免费电话 四零零六七零一六六八 然后再接八九九一一六零二九七 那么我们呢 首先再来接听几位 在线上等候已久的 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是纽约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请讲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想提一个不同的观点 就是中共 我觉得中共灭亡 是现在进入了一种倒计时 状态 但是那么按照现在 你们的讲法说叫 天灭中共 可是呢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做法呢 等于是一边喊着天灭中共 一边在承认中共的存在 我在讨论它如何布局 等于是在接受 它的改革 它的存在 而不是在讨论它是 怎么个 怎么个完蛋的方式 因为现在的斗争 不是改革派与非改革派斗争 而是一种 老百姓的话 说是一种狗咬狗的斗争 另外我记得你们 以前提过一句话叫做 中共不会亡于法轮功 但必亡于迫害法轮功 那么如果这句话 是个对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 的是这一点 但是我非常关注你们的节目 很少听看到你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令我比较困惑 好 我就说这些 好的 谢谢张先生的电话 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应你的问题 那好 我们再来接听大陆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您好 喂 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 两位好事好 在这里打电话 就是要回应一下之前那位大陆张先生的发言 那位大陆张先生最近打电话过来 我想张先生支持薄熙来 那他应该也是属于新左派 也属于毛左吧 我想对张先生说的是 就是说 你们的问题不在于 就是你们新左派呢 就是想要用毛泽东时代的罪恶 去否定郑小平后30年罪恶 这都是不对的 无论是毛泽东的30年 还是邓小平的后来的30年 都是错的 都是有罪的 在毛泽东时代呢 搞阶级斗争 害死了6000到8000万中国人 因为文革基本上毁坏了中华民族文化 而在邓小平时代 实行了权贵市场经济呢 又让创武古败跟贫富悬殊 达到了史无前列的地步 所以我想说的是 毛泽东时代 在这里我想跟 张天生跟所有的左派说 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30年 就好像艾滋病 最小平后的30年 又好像是癌症 这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健康的身体 好的 谢谢陈先生的电话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接听 薛阿丽的王先生的电话 您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谢谢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各位嘉宾 那个 看了今天这个题目啊 我就想啊 在不远的将来 也许就做另外一个题目 我认为就是 十八大布局 共产党倒了 因为我刚才刚听到 那个纽约的王先生 还是哪位先生 我记不到了 我也挺同意他的观点的 因为我就觉得啊 这个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呀 他共产党他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团体来治理 这就好比我们一个家庭 几十口子人 你找一个最恶的人 一个最为了自私自利的人去治理 这个家庭能治理好吗 对吧 况且这么大一个国家 所以呢 我觉得 就是这个 在未来这十年 也就是说习近平接班这十年呀 共产党一定会倒台的 为什么 因为 共产党这个 也不是说什么 国外敌对势力啦 去给他摧毁啦 或者给他怎么样啦 他关键 他这个 统治者自己 他必将 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体制来摧毁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王先生 那么我们再来接听纽约的周先生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 嗨 你好 刚才那个 有前面有个张先生讲 他说打破发展很快 他可能看到的是城市 没有看到农村 但中国共产党都这样 他是权利经济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人 他首先是贿赂上级 然后把自己爬上来 爬上来以后 然后去 还带贿赂 拿到工程 拿到工程以后 他就等别人给他贿赂 所以说 在中国就是 老百姓拿不到钱 但是呢 他有很多工程可以做 那么这样的话 显得城市很发达 有些人到美国来以后 他就会 啊怎么纽约还不如北京 我知道 纽约虽然不如北京 但是纽约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比北京好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以为 美国还 打破这个原因 谢谢你 好的 谢谢周先生电话 我们再来接听 新泽西彭先生的电话 彭先生您好 你好 我想讲一句 就是说 现在中国的 对不起 是 那个新泽革命前 那段时间 中国的那个 首先有洋务运动 然后有那个木系变法 然后完了之后 就变成了新泽革命 这么这么一个过程 那当然了 那个过程呢 有个历史条件 就是有 世界列强的瓜分 那么这个作为条件 现在呢 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呢 会不会在经济上瓜分 我也不知道 这个提议 另外有可能呢 就是看中国 会不会像新加坡那样的 但是这个条件呢 也不存在 就是那个强人政治 能够使到新加坡呢 经济防荣的同时呢 还是保持它的专制 那么这是一个模式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俄罗斯的模式 那么俄罗斯的模式呢 这可能就很糟糕的 到了最后呢 就是土星在呢 实际上也是在操纵着 整个国家的那个命运 那么俄罗斯模式呢 肯定是不 对中国是最不利的了 那我就这样提一下 好的 对不起 彭先生要打断您了 我们还有几个观众朋友 在线上呢 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江苏的林先生的电话 林先生您好 请讲 来 先生好 嘉宾好 你好 我刚才 本来要死掉了 我听到那个大陆的 张先生打电话 我这个火一下就上来了 搞得我今天还要加班 来听听他 我想问问他呀 你到底懂不懂中国的类似 你要不懂我建议 看一看真正类似的书 还有 你要是个武皇 我想偷他 我现在火真的很大 憋得现在 你知不知道共产党这么多年 干了些什么事 他是人类 一万八千年 一万八千年 这一世以来的最黑暗的人 我前两天 我买了一本 那个周易啊 都是反几次的 我现在我都看不懂反几次的 咱不说他对 中国的那个经济的破坏 你就是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 你像我这一代人 我是八零后 我现在已经看不懂反几次了 还好还好 我虽然我写不出来 我能看得懂 你虽然把我们的文化给断了成 但是这就是文化基因 你看台湾的书本 它虽然是反几次 我写不懂 但是我能看得懂 我可以好像隐隐约约 我能记得到我们上一位 或者很多位以前的事情 我想跟他这些五毛 跟他讲一下 你以后不要给那个新唐人打电话 你那个没脸来打 那没脸 今天问题我都不问了 我就说了这 好的 谢谢林先生的电话 那好 我们一起来回应一下 刚才这么多观众朋友的电话 有个张先生和那个 还有那个匈牙利的王先生 都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就是说呢 十八大布局 五年以后 整个这五年的时间 甚至十年的这个这一届领导 中共有没有谈谈布局 根本没有意义 这就是我们谈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呢 当你在谈它的布局的时候 你会陡然意识到 中共维系它的权力的 这个承传的体制崩溃了 然后呢 中共的整个的人无人了 就是说呢 历史上我们还对这个温家宝抱有希望 温家宝上一代 对朱镕基还抱有希望 至少每一代 你还觉得这个人里头呢 还有有个有点良心 或者有点能力的人 再往后 一地鸡毛 就是本身来说呢 当你去分析它的布局的时候 你会陡然发现 它已经没有了 它已经整个这个体系 已经进入岌岌可危的程度了 当 所以说呢 就是某种人要讲的话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意义 就是某种人要讲 当我们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讨论出来的结论 就是说呢 它事实上呢 是危机的危机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 休斯顿彭先生 列出几个概念 就是说呢 会不会侵害革命那样的样子了 他觉得可能危险 就是新加坡的模式是不是呢 和俄国的模式是不是呢 我想什么都不是 因为每一个国家 特别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 它有具丰厚的 这个文化 这样的一个 被底蕴的一个国家 它一定会走出自己的路来 这条路呢 某种人要讲的话呢 就是靠每个中国人 努力的去做 某种人讲 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 能汲取出一个 这个一个更加健康的 就是让这个社会 进入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 不一定是西方模式 不一定是新加坡模式 不一定是那么悲观的 和俄国模式 但是呢 很可能是一个 更加伟大 更加辉煌的一个 新的一个中华 中华民族的模式 关于刚才纽约张先生 他的那个困惑 您有什么 其实呢 张先生刚才讲的 那个倒极式状态啊什么的 之前我不知道他看了 我们做的节目 前面讨论没有 其实已经很多论述了 我再重说一遍 比如说我们讲到了 现在中国的这个体制 让美国看的话 就一帮混混 他已经就是 根本就是黑社会的一种状态 王立军把他的打黑 把他老板打进去 其实跟他的刚才说法 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他又讲到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他的困惑 就是中共不会灭于法轮功 但是会灭于这个破坏法轮功 实际上这个论题呢 其实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 因为如果你看到左右这次中共政坛 大地震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根本的一种现象 或者是这种 关键点也好 轴承也好 它实际上是围绕法轮功进行的 或者方言更严深一点 可能是六四遗传下来的一个问题 但更多是法轮功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政法委的建立 以及江派的独大 都是踩着迫害六四的先选上去的 那他们怎么坐稳呢 他们是靠着镇压法轮功坐稳的 因为他们都是 所以说他们这个手中带有鲜血 从第一代政法委罗干 到后来承传给周永康 再后来周永康看到这个镇压法轮功 镇压不下去了 四面楚歌 大家就是说都不同意 都反对的时候 他要找一个他的合适的替身 那么他看中了王立军 因为王立军在东北 在铁岭 在锦州 犯下对法轮功的滔天罪行 而且甚至有活摘器官的这种可能 那么所以说他就主意于 占有鲜血的薄熙来和王立军 来做这种承传 所以说这个事情的焦点 实际上是这个造成的 也是正是因为有镇压六四 和镇压法轮功 中共失去了他完全的火力 因为我们是八十年上的大学 还记得八十年国庆 所谓中共所谓的党 就是说他的见证的纪念日的时候 所谓小平你好 后来的六四的这种鲜血 所以当时的人对中共 可能还有些希望 当时中共的一些 被中共的 刚开始的一些理想 所谓的理想或者目标 迷惑的人 可能像赵紫阳 胡耀邦这些人 可能还能想为人民做一些好事 所以像温家宝那些人 还可以从低层被提拔起来 但你再看看 现在的政治局委员 他们哪一个是经过 就是说上过大学 这种历练 现在都是完全靠黑打黑 就是窝里横 这种情况造成的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我觉得 使这个系统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还有一点就是说 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 他在迫害法轮功的同时 实际上是在社会 整个社会宣扬的是假恶暴的 所以从道德的这个层面来讲 把中国人的 江苏林先生其实间接谈到文化这个问题 就是某种方案讲的话 就是说呢 为什么现在在中国黑后学 这个长盛 实际上的历史上几千年的这个文化 不是黑后学的文化 只是中共灌输的给人的感觉 因为中国的电影 它直演宫廷恶斗 人心叵测 实际上的中国五千年 是正气浩然的一个五千年 所以说呢很多 你要是真正去读 它这个真正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它是一个充满正的因素的一个 这个主意 因为不然的话 它这个文化不可能承传五千年 不可能那么强大 蒙古人来了 蒙古人被通话了 就是说整个来说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文化是有最大生命力的 实际上它当它 比如说房东宫 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修炼方法 那么这样的东西 它打击的时候 它一定要把中国传统文化 也都打掉 那么这个最基本的 山岸有报这样的概念 当它打掉的时候 那个文化打掉了 那基本上中国的道德也就打掉了 所以今天中共走向灭亡 这个过程 也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 一步步走过来 是天灭中共的一种显示 对 而且他刚才也回答了 另外一个新加坡那位先生 提到的就是 中国将来发展的模式问题 我们中国有这么深厚的 文化基点 有这么好的一个世界普认的 普世价值的传统的传递 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 已经在启动了这个程序 来解体中共 那就是退党大潮 所以说我们 如果你知道这样问我 我们的民主制度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实际上中国人的智慧 五千年的基点 就是有这种贤人传承 尧顺的后代 还从建立不起一个 我时候民族的政体 我们六千年前就有一个很好的沉船的政体 都有这个优越的这种体制 我们还会建立不起来呢 更多的我们是要摆脱中共六十年 这个吸来幽灵对我们造来的质苦 所以说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模式 新加坡模式 俄罗斯模式 什么模式 我觉得就是退党模式 如果我们真能把这个收益退掉 我们中共人民会重新建立 站立起来的 这点我们是一来一步的事情 好的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还有两位朋友在线上 我们接听一下 大陆的严先生的电话 您只有四十秒钟的时间 听讲 你好 听讲 你好 你好 能听电话 能听电话 听讲 刚开始有位张先生 讲到那个社会主义 其实他可能不了解这个历史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所讲的 那个社会主义 在1976年毛总死后 他已经失败了 这一点当年的中共总书记 赵紫阳先生 他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他亲口承认了这一点 因为他可能不了解这个历史 而且中共党所讲的 那个社会主义 和世界方面来 所讲的那个社会主义 那不是一样的 现在世界方面来的社会主义 它现在的北欧 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讲的那种社会主义 可能不太了解 好的 谢谢严先生的电话 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很少了 那么好 我们嘉宾回应一下 对 整个来说的话 我想本身我们这个 就是谈的是18大的布局 但是我自己都为中共操心 因为本身来说 它真的是没人可步了 就是步的话 也是个临时的 而且整个未来出现 就是说没有一个强权的政治 整个中国成 中共承传权力的这个体制已经崩溃 所以说呢 某种上讲的 权力的斗争 会引发中共内部的分崩瓦解 在这个分崩瓦解的过程中的话呢 老百姓可以采取一个消极观望 让中共这个内斗 让黑社会的内斗左右它的命运 同时的话呢 它也可以组长命运 换句话说呢 就是从一个内部改更新的过程 就是让老百姓从内心上 从思想上做好准备 当一旦中国进入这种纷争的时候呢 那么呢 这时候一个群众的基础 这个群众的思想基础 某种上讲呢 可以在这时候推举出一个正常的 一个平稳过等时期 所以说老百姓的思想基础 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情 就是准备这个思想基础 当你运用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看历史的时候呢 那么当老百姓 把这个信息传给周围的人的时候 也许这个社会到时候呢 就不可能出现这种被恶 被这个私利左右的 把中国引向一个混乱的状态 所以我们虽然是今天在谈 这个十八大的布局 并不是承认中共的这个存在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真实的情况 给观众朋友给大家展现出来 让更多的老百姓 能够了解这种现实 然后认清时事 然后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关于十八大的布局也好 是中共正在进行的 这场宫廷的争斗也好 那么戏呢 还在往下演 中国的这场大戏呢 我们大家都有可能 亲眼来见证和目睹 那么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新唐人电视台呢 一起共同关注 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 特别是陈志飞教授 来替我主持了第一节的内容 那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这么踊跃的打电话来 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时间呢 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